很難喔 所以這樣的報告根本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再來呢 到了1981年 到1987年你看 這個肯伯教授他的調查 非常清楚的告訴我們 蔬菜吃的越多肉吃的越少 健康狀態越好 可是呢 聽進去的人也很少 也不多 再來呢 到了這個 1991年的時候呢 很多國際上非常著名的研究單位呢 他們發表研究論文 一致的 說明了一個事情 綠色植物和圓形五穀類的這個蛋白質呢 他的品味和質量都高於一切的動性蛋白 這個事情呢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說 就是說人類所有的營養 人類所有的營養 通通可以來自於 植物 這個已經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可是呢 現在還有人認為什麼 不吃肉 會營養嗎 還有人有這樣的疑問 其實這個問題呢 在十年前 已經有答案了 可是我們現在還有這樣的疑惑 那麼 終於呢 到了1992年 4月28號呢 美國政府公佈了新的美國人 理想的一個飲食呢 告訴大家呢 蔬菜 水果 五穀類 豆類 堅果類 應該佔食物的十分之九 而肉類 奶類 蛋類 只能佔 十分之一 好 各位朋友 請問他根據什麼 對啊 請問你 就是說根據什麼 講這樣的話 那我們再問 請問這樣的一個觀念 會不會再修正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這個觀念會不會再修正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 拿到一個新的一個 結論 然後呢 我們就 非常放心的 拿我們的孩子 或者拿我們自己來做什麼 來做實驗 來做白老鼠 可是呢 突然20年後 他告訴你 對不起 我錯了 20年前 我那個結論是錯的 可是一聲對不起 害了多少人呢 有多少人的生命 就這樣子犧牲掉 所以我們看到在 94年的時候呢 世界衛生組織終於把纖維素 列為六大營養素之一 我在讀研的時候呢 大概在這個時間 我們那個時候的教科書 還寫什麼呢 纖維素是沒有營養的 還寫著纖維素是沒有營養的 可是呢 94年的時候你看 他把纖維素 說 這個是 六大營養素之一 可是我們要知道 錯誤的觀念 錯誤的飲食觀 不知道已經 害了多少人的 健康了 賬上了多少人的健康 不曉得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 最近呢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還公佈了 十大垃圾食品 我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講兩個 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呢 叫加工肉品類 你看 這個東西啊 叫做熱狗 熱狗 香腸 肉乾 肉鬆 通通都是加工的 肉品類 他長得 漂不漂亮啊 漂亮 那他為什麼可以放這麼久 因為他 含有 雅硝酸 鹽 這是三大 自來物之一 他有防腐跟顯色的作用 可以讓顏色變得很漂亮 有沒有 可是呢 這個呢 卻是不健康的食品 而有一個例子呢 在台灣 最近呢 最近的例子 有一個14歲的孩子 得大腸癌死掉了 你看 14歲的孩子得大腸癌 這個在醫學界裡面 是大事還是小事 是大事喔 所以很多的醫學家 這個醫生就非常的關切這個案例 大家就紛紛的就想說 這個難道是遺傳嗎 結果就一調查發現呢 他們家裡呢 直系的血親三代之內 沒有人因為這個疾病死掉 後來才了解到呢 這個孩子呢 從小學五年級開始 每一天上學的時候呢 就吃一根香腸 到他國中二年級的時候呢 大腸癌就死了